历大,你们都认识吧,吐槽大会成名,之后在向往的生活上,因为蜡遭遇了网友两极分化的评论,他在节目上,拒绝一切体力劳动,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不行,当时的表现,爱他的网友说他综艺感好,不喜欢他的网友,说他偷懒又偷奸耍花,特别讨厌。 两房吵得不可开脚,存在感越来越强的礼贷,顺带着让他的女朋友也被大家认识了,一个漂亮的女生,叫黑尾将,尝得偏运气,可清新可高了,不少网友非常喜欢这一对,说这是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颜值在一起了。 但是昨天,却与网友爆料了一件事,说黑尾将在微博做直播的时候,介绍自己店铺的新品,然后李戴回来了,之后李戴一直要粉丝去黑尾将的某宝店里买衣服,一会就去检查一下销量,一会要把购买链接挂在直播里,后面还说,不买的都是垃圾。 你们不买我们就下线了,几乎所有的人第一反应都是,震惊,李戴现在在娱乐圈昏得还算可以,应该不会如此贪财和情商逼把,震惊的同时,大家都很想看到那个直播,可惜,黑尾将把它删了,还删了不少以前的直播回榜。 所以,直播的回放都删了,我们就去不了这个瓜了吗?不不不,总有一些网友是看过的啊,有一个网友复义,说前一个小时都是黑尾将在直播,很温和,没有强制购物,李戴回来后,看到没人给黑尾将刷礼物,就说,那你理他们干嘛? 黑尾将说没人送礼物,但都去买衣服了,李戴就去查销量了,还查了几次,期间说,不买衣服的都是垃圾,买了的不是,最后看到销量没涨,就下播了,差不多持续了十分钟。 这位网友做担保,开贴的龙主说的属实,李戴后来还让黑尾将别在微博上直播,去某宝里直播,过程阐述的很详细,也添加了很多细节,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,但,仍然有人不信。 那,我们要看视频了,凑巧的是,有一个李戴的粉丝,刚好,在最后一段录了评,长达七分多钟,这个视频一开始,就是黑尾将在手机面前,李戴去看某宝店的销量去了。 看评论之后,李戴把手机拿过来,直播看销量是这件,价格519元的大衣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,销量在90由今天变成了122,说明从昨晚以后还是卖了20多件的,当时黑尾将说这群里有50个老师,看直播的人有18万一,只有50个真心人,声音软软绵绵的,带点小叹气,似乎有点 失落,这时候李戴出来了,装作很凶的样子说快去,别看直播了,赶紧,随后问这个直播不能挂购物车吗?黑尾将说不会,李戴乐了,那你弄他直播干什么?你弄他不就是为了挂购物车吗?两个人没心没肺的笑了一阵后,开始玩瘦脸特效,玩了大概两分钟,到视频五分钟左右,的时候,李戴又开始说销量 这样的问题了,说气死我了,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,也不买东西,黑尾将说,就这样吧,李戴接话,咱们的视力一点,李戴叹气啊,伤心,18.5万,有18万个都是垃圾,评论里有网友说,骂我垃圾,不开心,其他网友呢? 有的说没钱,有的说已经买了,李戴就安抚他们,我说的是没买的人,不是你们买了的,买了的肯定是好孩子,谢谢你们,之后两人开始商量着吃螃蟹去,黑尾将说,再去看一眼销量,没用的话,就去吃螃蟹了,李戴叹气,不跟他们闹了,没什么好闹的, 网络得有真情啊,确定销量没什么变化后,李戴立即决定不播了,不播了,黑尾将笑着,缓和气氛白白,白白,而李戴则在旁边,建议黑尾将下次直接去某宝座直播,所以,从这个直播来看,爆料的网友描述,得并没有多少偏差,很还原视频,在李戴出现的短短十分钟里,李戴至少提及了四次让网友买 他家第一副,不见话是口播,还要挂个物车链接,即让黑尾将去某岛上直播,微博上也有网友反应,黑尾将直播全是卖衣服,那李戴确实有问题吗?其实大部分没有问题,黑尾将是在乎销量的,但李戴似乎不在乎,更大的可能是,他看到女友为销量叹气,才出来吆喝,李戴这个人本身嘴就钱,和粉丝交流的, 那时候,都是一副倩倩的样子,而一旦,他把直播里的围观群众当作粉丝,用但是风格代入,在这个语境里,就能理解他的损,唯一如问题的一句话,18.5了,有18万个都是垃圾,这句话是真的不妥当,把没买衣服也没打算买衣服,只想看看直播的网友给骂了,就看个直播而已,不买衣服怎么成垃圾了,就未免过了, 这种类似的事,其实也不止一次发生,之前在节目里,华晨宇作为导师评价毛不易,说毛不易的作曲还需要精进,李戴就迪斯华晨宇,这么多年,有一首像毛不易这么好听的歌吗? 言下之意是毛不易不配,不仅得死了一把华晨宇,还抬了一把靴之签,说靴之签查个格,当时这番话就热毛了很多华晨宇的粉丝,从工作方面来看,李戴的话固然可以理解,他是一个吐槽的主持人, 但不是所有吐槽的话,都能让人接受,你既然可以吐槽,那别人也可以评论,大家都别玻璃心,一个网友说得好,套用王子中的一句话,一句话如果是恶意的, 那么即便用搞笑的方式表达,也是恶意的,迪斯不买衣服的网友是垃圾,有没有带恶意,带了多少恶意,损人损坏了得理的自己或许不觉得,但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没人愿意太开心心的去看直播,结果就因为没买衣服,被骂垃圾,你的粉丝是不在意,可是是八万里,不是所有人都是你的粉丝,没这个道理, 就,像华晨宇,李旦说他没有一首歌有毛,不义的消愁红,可并不是以歌曲的流传广度来判定音乐能力的高低吧,并且华晨宇是导师,那他就有资格评论毛不义,也是职责所在,采华晨宇哼学之前,也没这个道理,但说到底,这些都能归属到李旦说话说飘乐的范围里,比这个瓜,有意思的是有买衣服, 牵扯出以前的瓜,在这一次的瓜里面,说错话的是李旦,黑尾将反而是比较温和,但以前他们却是完全相反的,有人挖出去年三月本了一个瓜,说李旦女朋友在直播里,曾说过某宝典做衣服就是为了自己穿,有些人让我上点别的麻,我才不在乎呢,你可以去减肥整容分高啊,关我屁事,还告诫李旦别看零食店, 傻X特别多,那次的直播,其他网友也有印象,说李旦一直在打人场,让女友不要把心里话说出来,十几万人在看着,口里说着不在意销量,但黑尾将实际上又在意,不然不会翻翻五次,在直播里卖衣服,但他态度又不好,总在直播里说,关我屁事,李旦在一旁灭火,灭完了,李旦自己在微博抱怨, 粉丝多也没用,衣服销量才几件,你们看,这一对是不是很有意思,和我们印象中活的通透的李旦完全不一样,这样的爆料并不少,爆料人不一样,预期不一样,说黑尾将曾经还晒出买家,问别人为什么要退单,甚至有网友爆料,两年前黑尾将在直播里上新, 直接对网友,买不起你就去死啊,李旦打原厂,买不起也不用去死,但你活着也没啥意思了,这个语气,还真的挺像李旦的语气的,这样的关还很多,基本上是在李旦没红的时候,黑尾将在直播里爆出口, 只不过,现在黑尾将被李旦影响的越来越小资,变了很多,但李旦反而在红了之后,给人嫖了的感觉,所以,有什么好动写的吗? 没有,李旦有一句话很出名,叫人间不知道,接受过了李旦这样的嘴线,就不要点进他的直播,以免以后又让你买衣服,接受德德的粉丝,就算李旦骂垃圾,他们也会理解成互损,从中感到亲近与欢乐,最可恨的,就是怕有些人把眉皮皮刷成真性情,明明就是藏了一张缺德的嘴,实力的心, 自己也清楚自己是这样的人,却要打着真性情,的旗帜,来做这些伤人的事情,就和绿茶是一个道理,明明做的就是一些没良心的事,却要说我也不想的,真的不知道这事会让你们吵架不开心,叫之密堂,以之披双,大家各取所需吧。